曾庆红韩正搞乱香港内幕曝光丽瑞环24年前一句话预言当今香港乱局朱镕基17年前演讲打脸北京当局 江派曾庆红、韩正、张晓明等人不断发表刺激性言论,并操控香港黑警暴力镇压抗争民众,令香港局势不断升级 日前,曾庆红、韩正、张晓明、郭升坤幕后操纵港府形式内幕曝光 反送中运动以来,朱镕基17年前关于香港未来的演讲,以及李瑞环24年前评论香港特色的言论,在网络再度热转,网民借此讽裕北京当局 新号曾庆红、韩正、张晓明、郭升坤幕后操纵港府形式内幕曝光 11月26日,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共高层为了处理香港动荡局面,已在中国大陆距离香港边境深圳建立一个危机指挥中心,并正在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副总理韩正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深圳幕后操纵港府形式 港媒11月22日披露,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升坤多次随韩正南下深圳 自2019年2月12日林郑港府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又称送中条例,后,港人反送中抗议运动不断 在中共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公开力挺送中条例及多次坐镇深圳直接指挥下,林郑及中共港澳办,中联办多次强硬表态,拒绝民众诉求,定性民众抗议活动为暴动,出动黑帮,并力称港警暴力镇压,刺激局势不断升级 中共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系统,香港黑帮势力,香港警队以及中共公安国安特务势力,均受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及其心腹,政法委书记郭升坤操控 现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江派常委韩正,现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都是曾庆红的马仔 新号韩正称林郑港警要求进一步行动 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会见来经出席越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参与会见林郑的还包括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特首办主任陈国基等人 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 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制团队,以及香港警队克进职守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 指暴治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希望香港各界进一步凝聚其反暴力、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量 另据港媒报道,韩正强调,中央一如既往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 11月9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声明,点名批评中共副总理韩正发表的止暴治乱,恢复秩序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的言论 声明表示,韩正言论有损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司法独立 新号朱镕基17年前演讲打脸北京当局 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朱镕基早在2002年还是中共总理的时候发表的一段讲话视频在网上流传 2002年11月19日,时任中共总理的朱镕基出席香港特区政府的欢迎晚宴时,针对当时的香港局势发表了近半个小时的演讲 他强调,香港的未来要寄希望于香港600多万人民,寄希望于香港的年轻一代,作为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香港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 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如果在我们手里搞坏了,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朱镕基结束讲话走下台之时,突然高呼我爱香港,赢得香港舆论的广泛好评 朱镕基的广泛好评论